初秋的早晨,暖洋洋的太阳照射大地,城雾像云朵般漂浮在山谷间,青山点缀,绿阴成林,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一般,阳光下的红村就像是一幅山水画,一片颇具规模的水塘环庸着这座晚南村镇,高空望去,这个水塘犹如护城河一样,守护着红村, 整个红村轮廓是一头牛的形状,这个水塘就是牛肚子的位置,水塘中的石桥一共是有四座,代表着牛的四肢,红村里或明或暗的水渠好似牛肠,正中央这座小一些的半月形水塘则是牛味 红村,古称红村,当年为了避乾隆皇帝红历的红字会而改为了红伟的红 红村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老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约有140多栋 现在,红村里的原住居民已经不多了 红村的古民居群是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有种古朴之美 在南湖的边上,你会看到有很多美术生喜欢来这里写生 天上的白云,远处的青山,粉墙带瓦的建筑,水岸边的树木 不用加入任何修饰,就能将红村独特的美勾画出来 大家好,我是彩云飘飘 今天我们来到了被誉为画里乡村的安徽红村 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围级景区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 走,和我一起走进画里村,成为画中人 看这边,每天都是有很多的老师带着学生到这边来写生 我走的这座桥是叫画桥 卧虎藏龙电影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其中有一个镜头,朱润发扮演的林木白 牵着一匹马走过一座桥 就是这座画桥 会让人重伤更重文 这一点在红村里就能找到答案 南湖书院就位于南湖边上 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当时红村人在南湖北边一共是建了六所私塾 后来六所私塾被合并 取名以文家塾 又称南湖书院 占地面积6000多平 采用了典型的辉州书院结构 后来是被改建成了红村小学 现在小学已经迁到了村外 阿姨,这是什么鱼 就是小河鱼 感觉跟我们的人不一样 走在红村里 你会发现在这个石板路的旁边 这里是有一条水渠 它是叫水镇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 村子里是没有自来水的 这些水就是从后面的山上 引流下来使用的 在过去还有这样的规定 早上八点之前 这些水是居民的饮用水 八点之后就是生活用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这些石块了吗 在这个水镇的上方 有一些错落高低的石块 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 因为就是我们也能看到旁边的话 这个石板路很窄 当有牛车马车 那个过来的时候呢 人是可以站在这个上面 给避让一下的 所以这个石块呢 也叫千让石 它也是为了方便那个居民 蹲在上面洗东西用的 这个是什么小吃啊 这个是乌兹乌米 里面是冰糖枸杞红枣还有乌米 这个是样品里面有热的 这是黄山烧饼 对里面是维甘菜的 这个呢 毛豆腐 哇 看看这个毛豆腐 上面 这个可以来一份尝一下 小冰特色的石块钱一份 这个笋子是山上长的吗 对 到山中 都是山上长的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村子的镇中央 可以看到在这个前面呢 有一个半月形的一个小水塘 名为月早 因为古人啊 觉得花开则落 月盈则亏 半月呢 最为合适 古时候只有德高望重 位高权重的人啊 才能住在这个月早的周边 可以看到 在月早的前方呢 有一个宗词 汪氏宗词 因为整个红村啊 基本上都是汪氏的后人 汪氏宗词 它也是村子里的唯一一座宗词 建于明永乐年间 是家子宗开会婚嫁祭祀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宗词的这个扁额下方 凸出来的这四根柱子啊 名叫门当 古代嘛 就讲究门当户对 再看看这个下面 下面这个呢 是叫门槛 门槛越高啊 就代表着地位越高 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李家门槛高 我高攀不起啊 它这个门槛呢 是活动的 白天的时候是把它给放下来的 到了晚上再给它放上去 看看这边 这个就是放门槛的 前方看到的这一座呢 是红村首富清末延商 汪定贵的住宅 陈志堂 咱们进来看看 陈志堂 建于清咸丰五年 是清末延商汪定贵的住宅 曾经也是整个红村里 最奢华气派的一栋建筑 而灰商在历史上也是很出名的 从现存的灰派建筑中 就能看出他们曾经的辉煌 我旁边的这座桥啊 就是红村村民的一个主要出入口 像我们游客的话 基本上都是走南门那边的那个进出口 一进来呢 就能看到在这个两边啊 有两株古树 现在也是枝繁叶茂 古树餐天的 我们都知道红村呢 它是一个牛的形状 那大家知道这两株古树 是位于牛的哪个地方吗 其实啊 他们俩的话 就是位于牛角的位置 避水硬白墙 岸堤柳丝长 青青石板路 拱桥水中央 这座画里乡村的红村 就像是一杯明茶 要用心的去品味 又如一幅水墨丹青 需尽心的去欣赏 林律 Oops 当一夜笑着 须一份相望 微风中又见你 光与模样 看山水描绘那副凝冬的花 酒花生的年轮行之深光 风光雨雨挥洒 你的几小花帐 看巢囊云藏 照文明不忙 回照美 美醉脸好春光 我爱你太平湖盘 鸟语花香 回照美 美丽的好地方 尝不够的好地方 美丽的好地方 千古皆长 美丽的好地方